人潮汹涌的地铁之中万头攒动 纽约佩勒姆第123号列车正一如既往的高速乘风 位于地铁指挥中心的调度员艾顿 也正无聊地审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却不谅在列车到站停靠之时 一变抖声 一名神秘男子通过驾驶员的观察窗 一枪控制地铁车头 与此同时又一名神秘男发起突袭 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乘务员所欲这片密闭时空 而后在123号列车行驶至一处隧道之时 神秘人将列车一分为二 同时放走后车之上的所有乘客 只留下了第一节车厢内的19人 发现异常的艾顿迅速电联123号驾驶员 劫匪头头没有废话直言道 按照现在的行级 一枚人质卖个52万6315块7毛9 不过分吧 如今我手里有19个 刚好是1000万01每分 限你60分钟之内 向市长要来这1000万赎金 如若不然 每超过一分钟我就杀掉一名人质 此消息一出 指挥中心上下一片划刃 神秘劫匪为何选择放走后乡乘客 独留前乡的19人 那个52万6315块7毛9的数字又代表着什么 这个1000万赎金跟市长又有哪些瓜葛 而这一切的谜底尽在今日的阿摩特公板 满天之河 艾顿曾是纽约地铁指挥中心的交通主管 兢兢业业18年的他一度被评为局内的劳模典范 诺大的一个地铁交通局 从没有人能向他从最基层的站台维修员 轨道维修员 私旗员 乘务员 干到中层的驾驶员 调度员 以及到最后的高层交通主管 按照这一般发展 三五年之后艾顿定成为地铁一局之长 奈何天有不测风云地有导演使坏啊 艾顿的一次日本考察游行让其身陷受贿丑闻 在竞争对手的落井下石之下 艾顿惨遭革职跌下神寒 只能混击在指挥中心普普通通的一线 而今天正是艾顿上岗的第十四天 谁料想竟遇见了这般离奇的地铁大结案 为了稳住劫匪的情绪 地铁指挥中心第一时间联系市长 市长一听结案 脸上毫无波澜 为了他在市民心中继续高大伟案 市长带领秘书马不停蹄地奔向地铁指挥中心 与此同时 指挥台前的艾顿强装正绩 试图劝劫匪回头试案 同时收集暴徒身上更多的标签 劫匪头目沃克饶有兴趣地与其交谈 艾顿成事与其砍上了大山 转眼间十分钟一试 艾顿发现沃克似乎与华尔街的金融人士相关 因为其自理行间 皆是上帝忏悔 期货杠杆等信息 果不其然 在二人沟通之后 沃克第一时间便掏出平板 街上专用网络 打开了股票市场大牌 另一面 收到指挥中心报警的FBI 迅速做出行动 谈判专家第一个抵达现场 对接完全部信息之后 艾顿被逐出行动 毫无商量可言 眼看艾顿离场 谈判专家拨通沃克通讯器 将自己联邦调查局第一人质 谈判师的身份栩栩告知 电话另一头的沃克脱口而出 艾顿呢 我只跟艾顿谈 谈判专家直接回怼 相信我 我是你获利的最佳人选 眼看对方 充耳不闻 沃克一怒之下 毕了架势 同时力声大吓 60秒之内 我见不到艾顿 我再杀一人 谈判专家彻底慌了 幸好艾顿并未走远 敢在沃克杀人之前 成功返回 与此同时 FBI各路警探 抵达现场 将123号的头部车厢层层包围 净等上级突袭指示 而虚伪的市长 此时也走出地面 当即让秘书通知财务部长 拨款1000万 眼看 劫匪这般在乎艾顿 谈判专家顿时起疑 拉上局内 县主管 一通盘问 顺利拿到了受贿污点 有了这一点的支撑 谈判专家的疑心更重了 当即找上艾顿 希望能刨根问底 问个明白 另一约 沃克的心腹 沃龙不禁其疑 因为在方才的交涉之中 他认出了艾顿的声音 在他与交通局担任驾驶员之时 艾顿就已经是主管 为何如今却沦为了一线的底层调度员 沃克 关掉股市大盘的同时 上网冲浪 顺利发现了那条 艾顿因受贿 惨遭革职的通告 反观交通局那边 却吵得不可开交 艾顿与谈判专家发生分歧 因为他要做零号座位 完全是因为看着顺眼 但这种解释完全就是敷衍 眼看谈判专家愈发蹬鼻子上脸 艾顿彻底怒了 本来结案与他无关 回家竟想清闲 如今却要绞尽脑汁的配合FBI送钱 而且就是因为谈判专家的误判 才会导致123号驾驶员丧生 谈判专家被怼到哑口无言 只能暂时作版 收到市长拨款通知之后 艾顿第一时间联系沃克 沃克大为兴奋 让其不要耽误时间 因为此时距离既定时间 只剩下28分钟 为了消磨时间 沃克主动提起艾顿受贿一事 希望其能告诉他来龙去迈 毕竟若是他能平安拿走一千万 艾顿对他也是打工一箭 艾顿不敢拒绝 生怕触怒沃克有敏感的神经 当即将自己18年来的工作经历一一告知 得知艾顿仅仅是被指控受贿 便被革职之后 沃克是气到仰天长笑 去他妹的制度 去他妹的人情 想当年 我也是不懂阿鱼奉承 才被一群狗独子踩入地狱 胜虑之下 沃克拎出一名人质 历声大贺 告诉我受贿的真相 我要确认这该死的体系 十年后是不是还这个样子 眼看沃克失控 艾顿无奈道出了真相 三个月之前 他代表交通局去日本考察地铁购买事宜 日铁的质量速度横行 他都极为满意 向交通局递交满意调查之后 日方送出3.5万美金表示感谢 囊中羞涩的艾顿只能收下 因为他要给两个上学的女儿交学费 但某些人应度生计 从中作梗 他才落到了今天这部田地 听见此言的沃克直接停手 胸中的恨意愈发强了两分 因为艾顿与他的遭遇 几乎如出一辙 指挥台前的艾顿也怅然若失 他知道 尽管三万五属于事后收据 但受贿一事已成事实 另一边 在布鲁克林联邦银行之内 一千万现金准备完毕 在武装特警的护送之下 开始将沃克所在之地全速进放 而此时距离既定的时间只剩21分钟 与此同时 一名阳光少女沐浴完毕 回来跟男友继续对视 结果却发现车厢之内的劫持画面 女孩彻底慌了 赶紧将视频内容上传到媒体 借以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很快 联邦网警捕捉到这一关键信息 指挥中心之内的众人 迅速转移注意力 结果艾顿竟有意外之行 他认出了其中一名劫匪沃龙 此人十年前因科药驾驶 导致地铁撞上月台五人惨死 另一边 沃克看着新闻之上 市长的光鲜亮丽 当即联系艾顿 声称要与市长做个交易 市长连忙凑了上去 因为一旦完美处理 这将是一项重大的政绩 用你来换这里的17个选民 你干嘛搞毒的 市长被骂到灰头土脸 一脸难堪地拒绝了回去 可此时距离既定时间 只剩9分钟 在纽约繁重的交通之下 就算八位巡逻姐为运钞车开刀 车子前进的速度也是极不如意 而且大陆之上最不缺的就是新手司机 此类人群根本不懂警笛为何意 这波一脚刹车干晕了一名巡逻姐 其他人顾不上救援 风一般的向木里立赶去 奈何厄运接踵而至 在一个十字路口之时 运钞车被街区路坝之王 扎土车一头撞飞顶到了桥下去 还好有安全气挡保护 司机才幸免娱难 万般无奈之下 巡逻姐拾起重任 带上一千万继续出发 转眼间八分钟一晃即逝 看着马拉上归零的倒计时 沃克怒斥艾顿你还有22秒 指挥中心彻底慌了 因为一千万还在路上 谈判专家当即毕生控场 告诉他钱到了 先吻他两分钟再说 殊不知 沃克通过媒体直播 正在观看全城 发掘被骗的沃克 再次提枪 刹那间又有一人倒下 于此同时 一只饥饿的老鼠来到地下道 意外钻进了狙击手的裤裆里 后者吃痛之下 枪支意外走火 位于车前的驾驶员沃龙 被一枪爆头 沃克顿时怒法冲关 开始反击 但警方人马拒不上钱 三人也不敢浪费子弹 看着屏幕之上 古式的跌幅大盘 沃克突然心生一计 让艾顿前来送钱 如若不然 他将开始屠杀人质 内心一阵天人交战之后 艾顿毅然出发 谈判专家对其内事刮目相看 当即发动直升机 送艾顿过去 艾顿和妻子报完平安之后 第一时间赶制地铁站 与此同时 沃克电联谈判专家 而让其在一分钟之内 给地铁通电 同时 清除123号列车 到科尼岛路上全城的警卫人员 并保证123号前方站台一路绿灯 一旦发现有红灯 试图强制截挺 他会将人质全部屠杀 一个不留 另一边 整装待发的艾顿极为紧张 负责送行的警卫 悉心送上温暖 叫起开枪的同时 枪藏入前代 借以躲避劫匪的搜身 就这样 艾顿成功进入车厢 枪支也得以完美隐藏 在沃克的胁迫之下 艾顿担任驾驶员一职 朝着科尼岛站的方向 急速奔袭 与此同时 沃龙的信息被全部查明 跟艾顿所言是一模一样 十年前 科要驾驶 导致地铁撞向人群 如今的他 刚刚获得假释 才短短30天而已 至于沃克 则是沃龙的监狱室友 身为特种兵的他 在退役之前 用他的退伍金 成立了一家 华尔街股票投资公司 依靠运作退休基金为生 但在十年前 他投资恐怖主义 染上操控股价嫌疑 一夜暴涨的2000万 被定为赃款 为达成双赢 法官要求沃克 交出全部赃款 只要听话 量刑就只会判三年 不善交集的沃克 没有任何靠上 只能接受此法 奈何真正判决之时 法官直接判了他十年 原因是 沃克没有交出 他自己的本金200万 而市长也以此为敬 每次演讲都会慷慨激昂地讲几遍 这一证明自己在关心公民财产支持的雷霆手段 因为沃克一案被操纵的外部基金正是公民退休刑 而如今的沃克刚刚假是出狱14天 很明显他是为复仇而来 故财铤而走险 与此同时 在艾顿的操控之下 123号地铁距离信号站是越来越近 沃克利用地铁预建信号站 需要停车这一空档提前下车 同时用驾驶辅助器固定地铁挡杆 做成有人驾驶的假象 果不其然 发现列车再度启动的交通局主管直接上工 当即在众人之前立下包票 没有人扶着操控挡杆 列车不可能正常行驶 这是本列车最智能的保全状势 另一边 沃克四人开始向罗斯福隧道撤离 但隧道之内视野太差 钱袋不实被列车撞掉在地 艾顿趁人不备 神不知鬼不觉地掏出枪支 而后在三人拐弯之时 一把躲入格项列轨 眼看艾顿逃离 沃克三人扫射无果 只能继续出发 一阵辗转腾挪之后 通过罗斯福隧道之上酒店 分开撤离 看着三人这般消失 艾顿一怒之下追了上去 与此同时 在辅助器的加持之下 列车速度急速飙升 指挥中心顿感异常 尝试用红灯刹车制止 随着一声鸡鸣长撕 123号列车停稳在地 FBI第一时间发现了劫匪消失 当即结合信号站前几人的停车地 那是恍然大落 风一般的召集警力 向罗斯福隧道之上的建筑围了过去 正所谓冰柜神速 警方到此之时 两名劫匪刚好准备消失 二者自知毫无退路 直接选择血拼惨烈腹死 至于沃克 则因快人一步坐上低势 安全离开了那片是非之地 但其上车的间隙 刚好被艾顿发现 艾顿情急之下 抢到一列越野 声声逼了上去 奈何克鲁布林大桥和交通瘫痪 艾顿只能步行追赶 而车内的沃克则看着暴涨 百分之八百九的黄金股喜出望外 因为他用上次的本金两百万 故技重施 现在足足有了三点零七亿美元 可交通瘫痪 他只能步行逃离 在艾顿的追击之下 两人再次相遇 看着头顶盘旋的直升机 以及愈来愈进的警力 沃克当即大贺 杀了我卑鄙 我不想再回到那个暗无天日的囚龙地狱 眼看艾顿迟疑 沃克直接逃枪假装反击 最后成功被艾顿一枪击毙 电影也戛然而止 个人觉得这不是最好的结局 最精彩的应该是 艾顿一枪将沃克打下大桥 枪口瞄准沃克的心脏上方三厘米 建议帮其夹死 而他因为戴罪立功 洗脱嫌疑 一跃晋升交通局长 而沃克大难不死 赠予艾顿0.07亿 带上三夜于阳光下消失 而这才最符合电影的各种铺垫和反转本意 因为在123号地铁结案发生之时 艾顿刚刚被隔职14天 而沃克在14天前也刚刚出狱 对交通局了如执掌的沃龙 则是提早30天出狱 而这就刚好给了三人联合之机 虽然结局不太完美 但他仍不失为一部冷门家族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原片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墨 一肚子墨水的墨 江湖路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